大家好 养莫兰会相对吉他兰花来说 会轻松一点 因为莫兰它可以大一点太阳 可以施多一点肥 也可以给它浇多一点水 这样的话对新手养兰花来说更加好把握 但是我们想要它开花多 就必须要把握好施肥的技巧 因为只有把这个苗养壮了 这个莫兰开花才会多 花间才会长得高 大家看一下我这一颗长了四条花间 而且长得是非常的高 比这些叶片还要高 那么我给这一颗莫兰施肥的话 一般最简单的就两种 第一种就是在生长期 给它使用兰科中用有机养液 按照1比1000的比例对水 大概7天到10天给它浇灌一次这个土养 当然我们也要把握好干透焦透 也不是固定时间 那么第二种也就是它开花期这段时间 也就是进入到生殖生长花芽 要分化的这段时间 改用磷酸氢钾高磷钾的肥料 因为零元素是促进花芽分化 让花芽长高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元素 按照1比1200的比例对水给它浇灌土养 我们使用这种磷酸氢钾的话 一般有两种途径 第一种就是根部施肥 大概也是15天给它使用一次 第二种就是喷湿叶片 当这个花芽没长出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5天给它喷11次叶片 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这个墨栏 芽又强壮 花芽又多 像我这一颗已经是非常不错的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